17号石门区公所是举办关怀独老活动 邀请长辈到老人会据点 跟着专业动健康的老师一起动健康 区长还贴心的准备了一人一份的发热羊毛被 要让长辈们除酒不新 换了新被子温暖过寒冬 气象局宣布今天起转为干冷的天气 为了要在寒冬帮助长辈温暖过冬 今天石门区公所举办关怀独老活动 邀请长辈走出户外来到老人会据点 跟着专业的动健康老师一起动健康 让身体暖了起来 另外区长还贴心的为长辈准备了一人一份的发热羊毛被 要让独老们过年可以除酒不新 换新被入还可以温暖过冬 时间现在有这么多 当天有时候现在有很多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所以有时候有很多温暖的温暖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有三天 慢慢有时候会称也会有更多用 今天这个参会 在这里可以大家坐在吃团圆饭之外 我们公司有时候有准备 这个阮备 阮备 这阮备我有在里面一项 我们已经在除旧夫妻嘛 今天要来的温暖 还有送阮备做伴手礼 祝大家 我们在新的时间 大家平安 健康和快乐 石门区的独居长辈共有46位 去公所除了定期的居家房市 还有过年过节到家关怀 也希望长辈们能够走出户外多运动 今天去公所把独老们都集合在老人会据点 让独居老人之间可以互相交流联姻 让独自过生活有了更多的支持 另外公所也趁着聚会发下避难背包 教独老们该如何使用 放什么内容才能够正确避难 里面可以买一些东西 这个垃圾要放在 对啊 这个是緊急的时候要用 緊急的时候要用 要放在比如说我们的门口 刚才入门的时候 这样我们走 是要拿起来买不起 买不起 买不起去家里面 都会找到 所以这个要放在门口 趁着阿公阿嬤们走出户外的机会 石门区公所期待让长辈多多活动手脚 也透过年终聚会 邀请长辈们一起吃饭 让独老们也可以在吃饭的时候 感受到热闹的氛围 还有运动避难的知识 要让老人家带回家 创造健康乐活的引发生活 记者廖平凯 石门采访报导